好很多投資人非常關心的股市最新狀況 帶你來看到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14號是下滑了23點 最後是收在一萬六千零四十七點 成交量是兩千兩百六十六億 法人賣超兩百三十八億 至於在雅谷部分 日經指數則是下滑了三百五十七點 韓股也是下滑十一點 那港股的部分則是微幅的提升了零點四一點 不過現在在美股的部分 像是富邦期貨就預估 說美國五月的CPI年增率 是來到了百分之八點六 創下了四十年來的最高 肺市場現在也預期說 本週的FED將會升息三馬左右 而我們也看到在美股十三號 是陷入了熊市 因為四大指數的收盤 像是豆瓊是下滑了八百七十六點 收在三萬零五百一十六點 納指的部分則是下滑了五百三十點 收在一萬零八百零九點 另外是廢半也是下滑一百五十八點 收在兩千六百七十三點 最後是S&P500是下滑一百五十一點 收在三千七百四十九點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